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中充满了冒险 有些生物需要在不同地点之间奔波 像食草动物每天都要躲避食肉动物的攻击 但也有些动物心存侥幸 当遇到危险时完全依赖自己的智慧和本能 幸运的是 有时这种应急反应足以摆脱危险 这也成了大自然中最成功的逃亡 这只巨蜥正在谋划一次大逃亡 它已经做好了准备 它要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一次亡命抢劫 鳄鱼是非洲河畔最危险的生物之一 它显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鳄鱼把卵埋在沙子里 前来偷蛋的动物并非只有蜥蜴一种 此鳄鱼就像鸭锦的弹簧一样 努力抵御着外敌人 但这只蜥蜴是个惊艳老道的窃贼 正伺机待发 地下成了一些动物寻求安宁的场所 至少仓属家族如此 他们自己挖掘出了拥有多个房间的豪华别墅 刚满四周大的仓属又在挤成一团 他们要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了 在这些小东西从吃奶转变为成年饮食的过程中 任何绿色植物都值得试吃一下 然而外面的世界可能充满了危险 臭幼是镊齿动物的天敌 正循着气味追捕猎物 这只轻盈的烈士者试图闯进来 入口有点小 但它还有备用计划 它弯曲着身体进入向枝烟斗的通道 它进去了 鼠窝里充满了仓属的气味 但仓属幼崽却已经无影无踪 在静岛的阳段时 自然界中到处都是逃脱大石 它们有各种妙招来摆脱困境 亚马逊丛林中遍布着致命的捕猎者 有些动物遇到危险时会匆忙逃窜 但这个冷静的家伙不会 一条蛇正吐着舌头搜寻猎物的气味 但它的视觉是以运动的物体为基础的 蛇能闻出青蛙的气味 但只要青蛙保持不动 蛇就看不见它 它逃出了敌人的视线 有些大型动物也会依赖同一种方式 袍子幼崽刚出生时非常脆弱 袍子母亲密切地照看着幼崽 但当它去觅食时 幼崽需要静坐不动 藏好等着母亲回来 这只小袍子有些焦躁 袍子母亲发现了灌木丛中的危险 它用叫声向幼崽发出了明确指示 快藏好 狐狐狸闻到了气味 小袍子的策略很成功 狐狸只好去捉老鼠了 袍子幼崽可以安心地回家了 回到非洲的筑巢朝地 鳄鱼卵再次面临危险 重量级的河马对鳄鱼卵并不感兴趣 他们只想在河岸上 照片阳光充停的休息区 又一次幸免遇难 一个隐藏更深的危险破在眉睫 鳄鱼母亲站岗守护卵太累了 她面临身体过热的危险 要去寻找阴凉 石横也在孵卵 鳄鱼把蛋下在石横卵巢附近 有她的地友 她短暂离港时 石横鸟也能起到临时值班的作用 但这次鳄鱼妈妈失算了 巨蜥趁机发起了攻击 一只更小的蜥蜴也闯进来 他们都不愿放弃期待已久的战利品 但是鳄鱼的愤怒反击被一根树枝意外挡住了 真是千钧一发 巨蜥冒着生命危险逃脱了 这种战利品值得她冒这样的险 逃生并不一定都需要奔跑 一条魁蛇正在前行 巨蜥的体重比一枚硬币都轻 这种微小的动物甚至能在草叶上攀爬 她很快逃出了蛇的接触范围 在东非草原上 一只猎豹母亲正守护着玩耍中的幼崽 猎豹幼崽们吃饱喝足了 喜欢打豆 但他们上一顿吃剩的东西还残留在附近 这令猎豹母亲感到紧张 在草原上 这种容易得到的食物很难不被注意 猎豹母亲紧张地观察着秃鹰落地 这些鸟怒气冲冲地互相争斗 但它们并不能对猎豹构成威胁 不过这些喧闹的鸟群 却为其他食腐动物指明了方向 猎狗的咬合力能把骨头嚼碎 能轻而易举地干掉猎豹幼崽 猎豹以速度取胜 它们没有其他猫科动物那样伸缩自如的爪子 因此在攀爬方面处于劣势 但当危险从下方来临时 它们还是会爬到敌人接触不到的地方 幸好猎狗一直忙于追逐屠鹰 危险接触 猎豹全家得以逃生 动物最大的生存挑战之一 就是冬天 有些动物会选择迁徙或冬眠来逃避寒了 然而对于其他动物来说 生存条件艰苦 食物紧缺 不能放过每一次进食的机会 步履轻盈的松鸡脚下 又长着羽毛的血血 在饥饿的湖里看来 这是无法抗拒的美餐 然而就在狐狐马上得手时 松鸡逃走了 只留下饿着肚子的狐狸 在这片冰雪之地 另一种冬季游走动物 叫了个好运 水雕凭借灵敏的秀菊发现了一条鱼 在冰天雪地里 每顿饭都很重要 但它已经被发现了 一只狐狐狸飞落下来准备猎食 一只狐狸飞落下来准备猎食 一只狐狸飞落下来准备猎食 幸好这只水雕有紧急的退步 已经多次用于这种局面 夏季的南美洲草地 满满面的干河 鱼在浅滩搁浅 很快会有各种各样 以鱼为石的洞过来斩片 凯门饿是食物链顶层的食肉桶 长满尖崖的下河是它们的有力武器 鳄鱼排列成一行 共同围捕鱼 有些鱼从一条鳄鱼口中逃生 却被其他鳄鱼吃掉 鳄鱼并非沼泽中的唯一杀手 生活在南美洲的美洲豹 是一种强健的大型猫壳动物 在这里猎手很容易也会变成猎物 只有警惕性很强的动物才能逃生 在北冰洋沿岸高耸的山崖 生活着在此筑巢的海鸟 长时间的日照引来了全世界各地的生物 每条岩脊上都生活着鸟泪 在北极即使在夏天天气也变幻莫测 海里的伏兵被冲刷上岸后 为雏鸟带来了麻烦 这些被至北极虎物看在了眼里 一只海鸟鸟从岩壁上跃起 它还不会飞 却已经准备跳进大海了 它在父亲的陪同下开始了生存竞赛 它简直如鱼得水 就像鸭子一样了 狐狸只好空手而归 许多鸟巢都建得很高 防止被猎食者接触到 但对于一些雏鸟而言 从这种高度跳下来 或许会很可怕 白甲黑雁是另一种在北极的岩壁上铸巢的鸟 除了在更远的内陆生活 它们还面临让雏鸟下水的挑战 它们的时间紧迫 当地的海鸥已经盯上了脆弱的雏鸟 如果在岩壁上陷入困境 将很容易被敌人得手 白甲黑雁父母竭尽所能地赶走敌人 是时候行动了 出路只有一条 就是在下面 白甲黑雁父母在带路 低支除雁勇敢跳下了山崖 接着是第二支 第三支除雁对自己的跳跃 判断失误 摔了一跤 它有些眩晕 但并未受伤 白甲黑雁一家已经来到了下面 就必须继续前行 其中一支除雁勇遇了太长时间 不过五支除雁中的四支 已经成功跳下了山崖 一旦它们进入水中 存活的几率就会更高 迅速逃走才是最关键的 炸蒙是许多食虫动物的美食 为了生存 它们需要临危不惧 这是一只绿蜥蜴 炸蒙的后腿就像卷起来的弹簧一般 它们会把膝关节弯曲起来储存能量 当腿放松伸直后 张力就能把它们弹射到空中 炸蒙能跳数米之远 相当于一个人一站姿起跳到四十多米高 而且如果只通过跳跃 无法摆脱敌人 它还有一对翅膀有助于逃生 蟋蟀没有翅膀 这位蜥蜴带来了更容易的选择 许多成功的逃生都是为了躲避捕猎者 要逃离一只睡着的野猫 似乎并非难适 然而仓树攀爬的松鼠却让野猫立刻有所察觉 松鼠这种特技演员般的镊齿动物 精通于在垂直的树干上攀爬 能用针一样尖的爪子抓住树皮 野猫试图接近松鼠 野猫试图接近松鼠 松鼠必须把坚果藏好等着过冬 野猫的脚上长着肉垫 能不发出声音偷偷接近 它能在空中跳跃三米远的距离 但它还是没能追上迅捷的松鼠 在日本梅花鹿会利用水来逃生 但它们必须回到山地吃草 秋季的发情期开始了 鹿群中弥满着荷尔蒙的气息 年轻的熊鹿开始练习打斗的技术 并没有注意到附近来了一窝熊 熊母亲要喂养两只饥饿的幼崽 需要努力寻找充足的食物 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夏天已经临近结束时 冬天熊会冬眠 但它们必须在体内储存脂肪 以撑过睡眠的时间 在熊眼里一头鹿能够提供丰盛的威威 也足以为熊仔的身体做好准备 进入冬眠 然而熊仔似乎并不理解偷袭的重要性 熊母亲做出了最后的努力 但猎物还是逃掉了 熊的行踪已经暴露 鹿开始逃窜 熊母亲仍不放弃 熊母亲仍不放弃 他们奔跑的速度像马一样快 但爬坡时还是追不上冰 熊一家只好回头去吃树叶和浆果了 至少这些食物不会逃跑 这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一幕安宁的场景 一小群牛铃和斑马正前往一处水塘 但他们已经被注意到了 不仅长颈鹿看见了他们 一群狮子也钉上了他们 成群的猎手布下了埋伏 准备展开阵型围捕猎物 在这种团队协作的进攻下 猎物几乎无从逃脱 除非它们能得到外界的帮助 群居动物经常会紧跟长颈鹿 因为长颈鹿就像瞭望塔安一样 善于从高处观察形势 他们发现了狮子的秘密计划 有了对敌人进攻的高级预警 整群动物就有了逃亡的机会 在谋划逃生时 找到站得高看得远的朋友 总归是件好事 饥饿的狮子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食物溜掉 在南美洲的村里也有动物正在狩猎 这只美洲豹在等待机会 海门鹿看上去已经有所解决 准备好了接受敌人的进攻 这是一场耐力的北京 这只身披花纹的大猫一直藏匿着身影 直到庞大的鳄鱼有所松懈 以此致命的错误 这场绝命对决只会产生一个胜利者 但这一次谁能活下来还是未知数 猛烈翻腾的凯文厄想把美洲豹淹死 而美洲豹咬住了鳄鱼的头骨 想控制着贵手 致命地下火 两只动物都在变得虚弱 美洲豹最后拼了命地爆发出能量 把海门鹿压制着 美洲豹把溺水的鳄鱼拖向岸边 它打败的这只巨兽绝对是一次大残忍 并且装免 在风雨交加的夜里 一窝狐狸幼崽只能待在巢穴中 躲避坏天气 虽然这些小狐狸已经一个月大了 但世间万物在它们眼里依然新鲜而可怕 狐狸妈妈用乳汁来吸引小狐狸出巢 迎接早晨的阳光 这种食物充足的时光只剩下短短几周 所以它们欣然接受了 随着小狐狸的兴趣逐渐转向固体食物 它们的独立感也与日俱增 它们要么通过玩耍互相练习技巧 要么去树林中探索寻找猎物 一只红松鼠正在收集过冬的肩膜 探索世界的狐狸幼崽也想收集食物 发出沙沙声的松鼠在任何狐狸幼崽眼里看来都是不容忽视的诱人目标 小狐狸在追逐松鼠的过程中逐渐远离超雪 然而树林中充满了危险 蛇利经常捕猎狐狐狸幼崽 幸好它们有处避难所可以用来逃生 身体越小就越要注意自己的身后 或者找别人来帮忙留意 狐猛非常注重团队合作 在它们生活的纳米比亚平原 同样也是危机四伏 当鹰在上空盘旋时 狐猛群体会去广阔的地洞中寻求庇护 群体中只留下一只勇敢的哨兵观察敌情 通知其他成员何时才能安全地露头 然而就在它们身边还有另一种更加危险的敌人 所有狐猛都不是柴的对手 狐猛就像在玩老鹰捉小鸡游戏一样 它们既要一直看见天敌 又不能离最近的避难所太远 柴需要出其不意地发起不及 把自己隐藏在茂密的草丛中 但是狐猛了解柴的花招 一只柴狗的狡猾比不过一群同心协力的狐猛 当柴到达狐猛的巢穴时 大部队早已平安地转入地下 狐猛的地洞中有很多通道和坊间 有助于它们远离敌人的危害 没有任何一种猎食者能十拿九稳的成功 许多迁徙中的牛铃 蜂拥在水塘附近 它们拥挤在一起 提字提起的尘土让周围环境难以看清 这是伏击的绝佳时机 就连百兽之王也有食物的时候 水塘是非常适合发动伏击的地方 有了浓密的灌木丛掩护 狮子可以分散在牛铃群看不见的地方 迁徙的牛铃一心只想饮水解渴 不过水塘附近还有其他动物存在 在上方或者说树冠一带还有观察员 目光锐利的鸟和猴子发出了警报 场面陷入了混乱 狮子的优势不复存在 牛铃群则得以幸运的逃生 食草动物不可以放松警惕 但他们吃草时只能低下头 葛氏邓玲没有同群的同类帮他放哨 于是选择了和鸵鸟通行 鸵鸟的长脖子和大眼睛有利于快速发现危险 猎豹母亲深感压力 他需要猎杀猎猎物来喂养熬熬带骨的幼崽 猎物成功逃脱了 失望的猎豹幼崽疑惑他们的食物去了哪里 食肉动物的生存需要进行猎杀 然而在每次猎杀过程中 很多猎物都有可能逃跑 雷帝宝 很大的逃跑 努力之后 给你来找楼 努力之后 为了增加成功率 年轻的猎宝兄弟齐心协力 并肩作战 这样他们成功捕猎的几率就会增加 他们机智地扰乱了牛铃群 努力寻找猎物的弱点 猎豹发起了迅捷的攻击 一头沉重的牛铃能轻易抵御一只猎豹的进攻 但面对多只猎豹时则希望渺茫 猎豹们齐心协力地把牛铃按倒 尽力躲避开他致命的脚 豹 豹 中文字幕——YK 猎杀很快结束 猎豹兄弟可以吃一顿美餐了 牛铃群中剩下的成员 继续迁徙之路 要想在迁徙中存活下来 它们需要不仅仅是运气 生活在赤道附近 水就是一切 水驱动着动物的动向 然而在这种滋养生命的液体中 可能也隐藏着致命的杀手 动物们每发现一处水塘 都会蜂拥而至 上百只口渴的动物聚集在一起 令空间变得愈加紧张 然而把逃生的路线挡住 可不是个好主意 它们似乎感觉到了危险 这些动物警惕而紧张 但它们也很渴望 鳄鱼知道自己只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 公牛岭拼尽全力抵抗 为了杀死猎物 其他鳄鱼也过来帮忙 似乎还是失败了 鳄鱼放弃 又是一次幸运的逃生了 也许这头公牛鱼还命不该绝 牛鱼坐立不安 等着敌人的下次袭击 但它们无法抵抗喝水解渴的欲望 它们总归需要喝水 这一次鳄鱼就没那么宽宏大量了 这首席只能收拾汤 就没那么宽宏大量了 这首席想急语 冷酷无情的鳄鱼 速度最高能达到每小时20千米 每一口的咬合力超过2000千克 但无论任何鳄鱼发起攻击时 猎物都有可能逃脱 这头年轻的牛鱼拼命一跃 就算是最有本事的捕猎者 也有不走运的时候 猎物总能完成成功的逃亡 就算是更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